娱乐中心综合报道我爱冰冰受抱欠6000万元孔庭 图资料照白冰冰主持的歌唱综艺节目我爱冰 受开播三年收视率非常高拥有大批观众喜爱 但是10月底突然传出有著作全团体开始追讨节目中 放歌曲的版权费高达6000万台币 节目孔面零收危机 如今节目粉专宣布新一周的节目内容为 播有网友担心是否真的要收掉 对此粉专也做回应 先前我爱冰冰受因为版权问题传出停录收摊危机 当时中视表示针对我爱冰冰受节目近日停彭 是主持人白冰冰早已预定出国行程 因而暂停录影 目前节目仍照常播出 最近似乎存档已经全部播完 今三日时间段将进行重播 节目粉专发文不知不觉 我爱冰冰受已经跟大家一起度过了三年多 三年来不论是欢笑 泪水还是惊呼 每一个瞬间都有满满的回忆 感 各位冰友的支持哦 我爱冰冰受将进行重播 图翻自我爱冰冰受脸书网友得知没有新内容后留言 播的节目不看冰冰秀节目精彩好看 也带给官许多欢乐 优质的台语歌唱节目 期待能够继续下去 重播还是要准时收看偶像的表演 真的停了 其中有人失望表示可能真的停了 对此粉专应请再再耐心等待 让不少粉丝重燃希望好哦 待 事实上 关于节目的音乐版权费问题 中士曾回应公司法务正进行协商 细节数不便对外透露 白冰冰也曾发文 其实是恰逢我要出国 以及制作单位 也的确碰到一些困扰的事 与任何私事无关 我们也期待赶快解决一切难题 待我回国之日 继续带领明星团队在我爱冰冰秀高歌 愿神佛菩萨护佑一切顺心 更重要的是观众朋友的心 与我们同在 我爱冰冰兽回应粉丝耐心等待 图翻设自我爱冰冰兽脸书